各位观众 欢迎收看今天的台湾大论坛 郑宏一爆粗口的风波持续的延烧 他昨天在节目中向陆委会公开喊话说 你们说你们有传真 但是我没有收到传真 可能是传真机没纸 或是你根本就没有传真 他提出了好多种可能性 今天陆委会也在立法院开启者会 拿出他们有传真的证据 拿出传真的通联记录 那三立又说呢 这个传真号码不对 于是呢 这个陆委会还要再去调 他们有一个同仁 在家里头传真的通联记录 这场传真号码大战 到底是不是模糊了事件的本质 郑宏一有没有收到这份传真 他没有收到传真 他就可以在节目里头胡说八道 真身的一鞠躬道歉 道歉归道歉 节目上郑宏一还是维持他一贯的论点 中国学生来 我们的学校就要去取资 一个人给他四十万 投资给他五十万 我抱歉 台湾的学生有这样吗 台湾的学生有这样吗 把捕助大陆研究生两个月写论文 扩大扭曲为捕助陆生 再连接到排挤台湾教育预算 这样的逻辑郑宏一讲讲四个月 陆委会这段时间以来发过三份新闻稿 就算传真没收到 节目制作单位滑鼠按两下 也能轻易获得资讯 平面媒体报道篇幅不小 中央社相关报道至少四篇 还有电视台新闻 也就是说资讯来源霸霸款 但都被郑宏一选择性过滤掉了 节目中手上秀报纸 嘴里继续炒作郑志伟 清寒讲学金一亿 现在变没关系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你澄清你的 我照讲 我想讲的 郑宏一选择用自己的语言和讯息 打这一仗 郑宏一 李文斌黄一芬 采访报道 对于郑宏一来说 有没有澄清事实 有没有这个讲述真实 要靠人家的传真 他昨天在节目里头 花了很大的篇幅 说明说他没有收到陆委会的传真 陆委会啊 昨天是说他有传真 在我们7月5号还6号的时候 有讨论 那他有传真 但是我们都相应不理 那他总共传了三次 老实说 我必须要跟这个观众朋友讲 说我真的没有收到 那没有收到 也不是说陆委会就说谎 也不是说我说谎 我觉得没有收到 有好几种可能性 第一个是 第一个是你可能有传 但是我真没收到 他可能传不是大话的号码 他说是大话的号码 我相信他应该如果要传 不会是不是大话的号码 这样 也有可能你传到新闻部了 第一个就是说你有传 但我真的没有收到 第二个事情是 你没有传但是你说有传 这样 那第三个事情是 你有传 那我收到 但是我忘了 这样也有可能 再来是 再来是 但是我跟大家讲 就是说记忆中 也四个月了 我老实讲 我是没有印象 再来就是说 你有可能传真失败 但是你没有再 没有注意到 没有double check 对 就打给我们说 我传真的哦 你有没有收到 这样 第四个是 你有可能有传了 那我们传真机没止 其实这一段有好多种可能 跟这一部传真机有关 也让大家回想到 他礼拜一记者会当中 哽咽的那一幕 跟昨天的这一幕 实在是有太大的落差 请接受今天节目当中的来宾 第一位是黎建南 黎老大 大家好 马再琴 马律师你好 大家好 姚立民 姚老师你好 大家好 郑立文你好 大家好 沈富雄 沈道你好 大家好 刘悦宏 刘大哥你好 有关这四种可能 有传没收到 没传你说有传 有传收到 又忘记 传真机里头没装纸 这四种可能的始祖 大老 真的是听起来很熟悉 他那个口气 他那个退役的逻辑 就跟我当年的四个可能 真的是非常像 刚才那不是全民最大党 那是大话新闻 但是这个东西 他是杀鸡用牛刀 这是小事 我当时面对的是 何其重大的事情 现在一个小小的事情 他要借 对他来讲是大使 借这个东西有没有收到 我们如果随他起的话 我们就上当了 就算你没有收到 那你从别的地方 就算现在你才知道 我看你的态度 你应该说 原来是失败 我现在知道了 所以说五个五个 很不好意思 很失败 而且你要看他 不好意思失败 那种慌张 那种惭愧的表情 有吗 没有 我现在讲 讲这个 他的故事给你听了 你想大话新闻 有好久不会邀请我去 我也可以理解 因为我去 观众卡里面的妈 收视率也跑掉 他都不会请我 但是有一年 我变成那种 头版新闻的焦点 是个可能的时候 不是不是 你怎么还有比那个时候 更是新闻焦点 我常常上头版 我都忘掉了 我忘掉那个新闻的内容 结果他就请我去做专访 你知道吗 一对一 他就是说当你新闻热度够大 能够拉抬收视率的话 他可以破例请你来 那我去的话 我也去啦 那我就说 宏怡啊 你都不要请我来 今天你们很烦烈 他怎么讲你知道吗 你说 神大老啊 不是这样 我请你 你都把我们放鸽子 我的第一时间 放的反应是什么 我说 现在你跟我之间 绝对有一个人说话 那你应该说你有请 但是我没有收到 你没有请 但是你说你有请 不不不 这么简单的事情 我不去把四个可能搬出来的 我说你我之间 有一个人说话 不是你 就是我 你的意思是他吗 然后就是就带过去了 我下了节目的时候 还没有走出他们的大门的时候 他们的团队来上跟我讲 我老闆哭不讲 我的老闆 他的团队听不进去 你说他的制作单位说他说谎 对 我老闆哭不讲 你是要以此来影射 他说谎成性吗 没有没有没有 这是你自己判断嘛 当然这是过去我的经验 但是问题是今天 这不是说只有路上的事 不是说只有几万块的事 我昨天已经讲过了 现在碰到台湾人 碰上中国人的话 被他逮到 他一定说到嘴巴 不说我说 而且我觉得 本来这种谈话性节目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对自己讲话负责任 有的时候我偶尔一年也会错一两次 我如果错的话我都马上道歉 还有他的来宾实在很奇怪 昨天某一个节目主持人也说他们是演绎的 演绎的就对了 你看如果是主持人有错的话 来宾六个人里头 应该会有人发现 没有一个人察觉到这是错的吗 那六个来宾 我今天你们大家都要跟他网责任 我网的来宾中吗 我跟你说六个来宾 没有一个人知道有错 我觉得他们六个人 即使知道有错 也不会点出来 他就是在旁边 他就是在演绎的 他就是在做他的 老闆要演这次 老闆要这样伴 大家就说到说够 一吋两点再演绎之后 不是这样吗 因为他我们六子也都没收到 我们今天讲到这些都是旁之末节 你根本你就是有问题 我再讲下去 我那些骂人的话都要出来了 千万不要 所以我到此为止 我们再说明一下 就是从今天开始 我们暂时没有办法开放 观众的call in 因为最近的call in 观众的情绪可能都比较高一点 比较激动一点 我们也担心说在这种状况之下 有观众可能有不适当的发言 这NCC会 主持人非常理性 所以我们今天呢 开始可能call in这件事情 我们就先暂停一段时间 不过我们刚才看到 郑鸿怡做节目的态度 他专注的是说 陆委会没有传真给我 所以我讲错 我乱讲 都是应该的 因为你就算有传 你今天说你号码好像不对啊 所以都是应该的 我们要讲说 我们等一下要谈一件事情 就是有关于陆生补助这件事情 我们不只是在等陆委会的传真 我们还要到立法院去找了 民国95年的立法院公报 这个委员会记录当中 很清楚的告诉大家说 当时呢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是如何的捍卫这笔中华开发基金里头 要对陆生的补助 在民国95年的委员会记录里头 都非常的清楚 而在当年的预算表决当中呢 所有的民进党立委 通通都赞成说 这笔预算一定要编 这笔预算编下去 给这些陆生的这个 两个月的每个月四万两千块 当时是四万两千块的补助 多么的有用 这个当时为什么要补助的相关理由 待会告诉大家 邵哥 你刚刚提到说做节目的态度 这就是媒体的功用 郑鸿一是媒体人出身的 当然我在那时候在报社也没听过他 那你一个记者 记者出身了你碰到一个事件 你今天要讲之前 你要先查证这个事情来龙气脉是什么 你难道说别人怎么讲 你就照单全收 今天我们看到一个报纸 这个新闻觉得怪怪的 你也要打电话求证一下 你不能做新闻 然后讲错了 靠人家来跟证你才知道 你这个叫什么媒体呢 媒体本来就是互有查证的功夫 除非时间来不及 除非查证的单位不告诉你 除非很难查证 这种情况 什么叫禁查证这个义务 你本来就去了解啊 今天我们说陈富雄 有三个老婆爆料这样 那我们第一个讲 好像不太可能 你报这个料他面不改色 我们要打电话问一下 问谁问证你到底有没有三个老婆 谁问证你乱讲 你讲的话我告诉你 然后知道啊这个可能错了 但是他讲不见得对 我们再去查明查暗访 你没有三个你有两个 那我出来讲 经过我们查证 把这个经过要讲出来 你不能谁问证说我没有 你还有一天早上讲 三个老婆三个老婆一直讲一直讲 那你这叫什么媒体 讲不到变成有 对 现在真的很多民众都觉得是有啊 难怪 因为他四个月以来都这么讲啊 难怪以前在报社 他很快就离开 就是被赶走了嘛 很简单就这样嘛 这你要负责啊 我负责啊 都我讲了我就负责 我从来没有说讲一句话不负责 我骂谁都指名道姓 重点是说 他今天为了这个事情骂脏话 那骂完脏话 他虽然第一时间道歉 但是事后呢 我们看到就是说 他不断的加码认为说 他的讲法是有道理的 好 那不管 我先不管三四个月前是怎么样 起码今天 你已经可以从所有人的反应 看得出来说 你这个数据是错误的 你的声论是没有根据的 那么请问 他有在他的大话新闻里面 再次的道歉吗 因为你用不实的错误的事实 然后用非常错误的示范 用脏话来骂这个政策 那现在呢 你到底觉不觉得 你之前讲的是错的吗 他没有讲 他回避了 彻底的回避了这一点 那我还要再问 当时 这三四个月来 你所用的这个资料 是哪里来的 为什么你会有不实的资料 然后你可以骂三四个月这么久 不管今天他有没有收到 陆委会的澄清 我们先不管这个好了啦 那当时是怎么来的 有人给你 那这个人是故意拿错误的资料 让你来骂 是谁给你的 那还是你自己编出来的 这个东西 当时这三四个月来 都不是重大的新闻嘛 那陆生来台 已经里面完全限制 不可能给 就是新的这个政策的陆生 不可能给他们这个奖学金嘛 三线六部已经就有了 所以他这个资料 是谁给他的 他编了吗 有人托梦给他吗 是谁 他为什么都不去问呢 哎呀 怎么会有人给我 这种错误的资料呢 那这两天 他还是不知道错误吗 继续的加码吗 我看起来他是继续的在骂嘛 认为他自己骂的很有道理啊 在立法院里头 民进党的立法委员一次排开 说他骂的很有道理 而且还不止他骂的这一样 还有哪一样哪一样哪一样 通通都是啊 我还想我还想请问一下 就是说当时 这些今天出来开记者会的 的这些立法委员 管碧玲也在当立法委员 他们当时的态度是什么 现在的态度是什么 这不叫睁眼说瞎话 这不是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这是什么 难道这过去四个月来 没有任何一个民进党立委 看过大话新闻 或是看过郑宏怡在讲这个事情 其实这个事情在立法院 陆生三法 每一次审查都要锁门 都要包围主席台 所以每一次都会变成新闻的焦点 那有关于这个 所谓的三线六部 我想很多人可能都会背了啦 就是教育部宣布陆生来 有三线六部 三线就是限量限校限领域 六部就是不加分 不影响招声民 而不提供奖助学金 不允许校外打工 不可考照 不可续留台湾就业 民进党立委对三线六部 应该是人人会被特别是 非常关心这个法案的管毕临 所以管毕临难道就不能 跟郑宏怡讲一声说 你现在所讲的这都是错的 我们没有不提供奖助学金 而你在骂的事情呢 是蔡英文在当陆委会主委 就在发的钱 难道管毕临都不能告诉 郑宏怡一声吗 邓老师 纳粹时代的文学大师 应该用一个恶魔 Gerber 他讲过两句很有名的话 大家比较熟悉后面那句 前面那句叫 谎话混了一点真话 他就比较像真话 后面一句是 谎话讲了一百遍 他就变成真话 郑宏怡知道有这个补助 短期补助大陆研究生来台 是民进党来做的这件事情 这一点点只有这个是真 那可是就说有补助 他说他不知道 民进党也有 所以他其他混的全是假的 然后他还说一百遍 他把Gerber这个 这一个宣传的这个手腕 都用到淋漓尽致 到现在他还在说谎 所以陆委会其实已经很尽心尽力 我觉得陆委会不必了 我觉得不必再回应了 陆委会好像到今天还在澄清 还在尿通联记录 几点几分传真 而且那个传真号码 就是你大力自己公布的 传真号码 那这个事实已经不必真 只是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子继续下去 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那我相信民进党 其实有一些人其实苦在心里的 因为这一点 他可以凝聚绿营的选票 跟机器一部分的感觉 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 可是我觉得他会下走相当多的中原选民 也就是这种不理性的谎言 跟不断的挑动台湾这个名词 我相信对很多的这个中原选民来讲 这绝对不是一都的影响 所以所以我相信慢慢的 他也许现在下不了台 他恐怕这个话他会自己慢慢吞回去 因为他知道绿营 慢慢应该有些反应到他身上来说 这个东西对我们并不好 并不有利 所以这个节目我相信 经过这次事件说不定了 我从乐观的角度来看 未来收缓化的比率 会被提醒的情况会多一点 以前没有人敢提醒他 没有人挑战他 这一个礼拜几乎讨论了一个礼拜 对台湾社会的贡献吗 不是他在民进党的威力 已经到了没有人敢挑战的地步 蔡王郎说他是惊天宁吗 那个是那还是第二天他改 那时候蔡王郎显然还不知道 这个陆委会这个被这一段过程 他怎么会不知道呢 有可能啦 陆生三法为什么会在七月份的时候 在大话新闻讨论这么热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要审这个法案 又要讨论如何包围主席台 如何去锁策会议室的门 所以郑鸿宜的大话新闻才会讨论这个题目 所谓的这个三步六线我想 所有的民进党立委应该都会背吧 里头有什么内容 那过去呢他们也曾经为了说这笔钱到底能不能够给陆生 在立法院里头是表过绝 是讨论过是吵过架的 当时的吴钊燮呢用的理由是说 这个中华发展基金被立法院删除 当时联手删除这笔给陆生补助预算的是国民党加台联啊 这也是蛮特别的 国民党加台联要删这笔预算 吴钊现在立法院里头力挺这笔预算哦 他说呢这个预算删除了 造成业务推动很困难 我们积极要寻求民间资源的挹注 已经获得六个民间团体或是企业 要赞助办理讲助大陆研究生来台研究的事宜 好去募款 政府没编预算被删掉被国民党删掉 还要去民间募款表示说这件事情有多么的重要 他说呢我们邀访大陆研究生来台湾 他们来台湾以后对台湾的印象已经完全改观了 这些人都是未来大陆的精英 对两岸长远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那大陆研究生跟台诚企上课实习 藉此了解台湾他们看到的面向更深入 培养出对台湾的感情是无可取代 当年吴钊燮所讲的理由 当然今天被蔡英文说 这个时空环境已经改变了 所以现在的陆生来台湾是没办法 对台湾有好的印象产生了吗 我觉得今天一骂把整个补助陆生的这个政策 让大家都了解了解完以后呢 为什么郑鸿宜今天会提出这四个可能 通常这四个可能 有一个人要把一件事实讲成四个可能的时候 都在闪避一些责任 我想大佬那个时候可能有一些政治责任 有一些闪避一些政治责任 我认为郑鸿宜现在已经体会到 这种责任已经出现了 什么责任 有可能是法律责任 这有法律责任吗 我会认为有法律责任 因为你不知情 你不知情你在误解的情形下报导 我们还可以把它归纳到是 这个言论自由 或者是实施的评论 但是你明知道是不实而恶意的报导 这一点不管是在这个刑法上面 毁谤罪的这个构成要件里面 甚至将来NCC把这一段剪下来 作为日后 不管是要做换照 或者是做要处罚的依据 我相信这个都跑不掉 所以这个四种可能出来以后 开始就是要规避这两项责任 我的看法 这两个责任开始要闪避 所以这么复杂的讲 这四种可能是有律师交易 先突出来说 我就是没收到嘛 把他自己的行为跳到 前面我讲的第一段 不知而 不想而 因为我是不知道 所以我才传播了这个事实 传播这个信息 所以我没有说 我是不是实施评论 先跳到这个潮救里面以后 他将来的法律责任就不见了 所以今天为什么要四个可能 因为有可能要发生 相对的责任出现 他就有四个可能就跑出来了 那我是觉得说一个媒体 应该是跟八爪章鱼一样 到处去找资讯 好不容易有一个人来澄清稿 赶快拿来 那郑宏怡今天讲到这样子 让我觉得说 难道有一个媒体 他是不想知道某些资讯的 选择性的封闭 然后现在讲出四种可能 难道我们要发律师函 以律师函的名义 律师函的方式 纯正信任的方式发新闻稿吗 那是作鉴人格 他说要挂号啦 我们通常发律师函 发陈正信函 要告诉对方 大概就是要跟你开战了 或者就是我认为你什么人格 我就是要跟你最后的 要跟你打官司的 这样请才告诉你 郑宏怡今天态度好像是说 不然你就 你就来盖我 对 或者是你就用律师函的方式 你用陈正信函的方式 来通知我这个更正稿 我觉得是把它自己作鉴的 我觉得这一点 不要让人家觉得说 我好像跟你交往的时候 好像都要留证据 像我们现在在聊天 都要把证据都要录音录下来 不然明天我就不承认 这种味道 完全破坏人跟人之间的青睐 所以其实像他要谈陆生 这个是陆委会的政策 正常的节目制作单位 应该是上陆委会的网站 去查查看 有没有相关的资讯 那资讯拿来看一看 就算我这个传真没有传到 我也在网站上看到了嘛 邱老大 我是觉得虽然说 它的四个可能 跟这个沈大老四个可能很像 不过根据我们以前就是了解 侦查事情的一个经验 沈大老是见证者的四个可能 他是造势者谈四个可能 见证者谈四个可能 有时候是碍于情面 所以他不讲固定答案 标准答案 他讲四个可能 但是造势者呢 他是要在法律上的情形 就像律师讲的 所以造势者呢 他这四个可能都不可能 而有一个可能 就是他没讲的那个可能 就是他收到了 他看到了 他知道了 他还是要故意去讲 也有这个可能 他怎么不写呢 第五个可能 所以不写的就是 就是真正的可能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是觉得陆委会很奇怪 我可以告诉你 那个根正 陆委会你每次传的时候 拜托你传给我的时候 不要传两字好不好 我那个纸是自己钱 还有那个传真机没纸的时候 就嘀嘀嘀嘀一直叫 那我有时候我在 连你都收到啊 有啊 有时候我到南部到哪里去 到那边去去去去去去去几天 那个那个一直叫 一直叫这个传真机坏 我又没有公家账可以报 对不对 所以你不要我就传了 他每次都传两次 那个我看过 那个我非常有印象 那么这是第一个 就是陆委会啊 你为什么不弄个记者会 或弄个什么严正提出来 就传 像我们这人传那么多张概 你给他传个一百张嘛 你给我们传 第二个好 就像他讲的就是说 你第一个前面就是说 你要去讲这件事严重性的话 请问你是不是要知道 像像昨天沈大老讲的 他是几个路深 真有这件事的话 你相信这件事 你一查哇一万个 三亿啊 那这样讲不是很好吗 你为什么不去查证总数呢 对不对 就这几个 结果是二十九个 今天你知道是假的了 那你是什么态度 你过去因为你 不管是哪一个可能 这个错可能 除了第一个可能 就是说没有传说有传以外 其他的都是你自己要负责任的 你打那个广告是那个传真号码 那你现在知道真相了 那你该该 你该说什么呢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说他这个问题 我觉得说他这个什么 瞎编 编这个事情 那就像姚教授讲的 一些真话 一打个假话加点真话 就像真话说他瞎编 然后误导 最后呢他是卖力演出 演出了这几个月 到现在还在卖力演出 到底民进党内对 郑宏怡事件的看法是什么 出口这件事情 郑宏怡道歉了 那苏贞昌也说他该道歉 余天也说他该道歉 那这个有关于造谣这件事情 民进党怎么看 民进党继续挺郑宏怡吗 签进广告 签进广告 民主党人的 女朋友 由于 你怎么办